大家心裡面有底嗎? 我以為會是繼續IU欸 我其實也以為會是繼續IU 但我沒想到原來第一名是他們 如果喜歡我們也可以追蹤一下我們推播IG 或是我的個人IG喔 嗨我是Demy 不知道播爸們記不記得 我們上個月有推出過一支 拿過PAK的歌曲人歌手這支影片呀 那我們那時候也有提到 就是其實還有一個榜單是拿過 PAK次數最多的歌曲 所以我們今天呢 就一樣和你們分享 獲得最多PAK次數的K-POP歌曲 TOP10 PAK次數的歌曲 大家好我們是 BOOM BYE 主持人 剛剛發行的新歌PAK次數是 戲劇我的婆婆怎麼那麼可愛2 主題曲 這次一次發行了兩個版本 婆婆和可愛版 還有怪女和超派版 MV中還特別編合接觸 我希望你們會喜歡 歡迎你們一起來挑戰 PAK PAK PAK次數 P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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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那其實在音樂網站Melen上面 他們有一個叫實時榜 他是每一個小時就更新一次成績的 所以如果一首歌 他在這個榜單第一名上長達比如說 6小時那他等於就是獲得6次PAK 那如果他長達24小時 他是獲得24次 簡單來說就是次數越多 他爸榜的時間越長 那就這樣以此類推唷 那我們先從第10名開始吧 SUS3是綜藝節目玩什麼好呢 在2020年推出的企劃混聲團體 成員有劉在希、李孝麗和REM 那因為團名和成員們的別稱 是在觀眾們的建議下完成的 所以在他們正式推出歌曲Bish Again後 就立刻獲得了正面的迴響 不只在音樂節目打歌拿下了一位 還跟前輩們一起在舞台上完成了安可舞台 更拿下PAK的成就次數也超過了200次 在這短時間的企劃團體當中 成績可以說是非常的驚人 很可惜這個限定團體出道不到一個月後就結散了 真的希望未來三人還有機會再合作呀 話說原因、宣誠和現在也看不過這首歌唷 呈現了不一樣的清爽感 大推他們三人各自的收錄擔任曲也非常好聽 尤其是REM和MAMU的來近推一波好聽 第九名BTS BTS的Butter是在他們2021年推出的第二首英文單曲 那這首歌結合了Discord、EDM和流行舞曲等曲風 那當然推出後馬上收到全世界的音樂好評 不僅是被Billboard評點為2021年夏季歌曲第一名 也是2021年一整年在Google被搜尋刺出第七多的歌曲 還創下了四項金氏世界紀錄 你防彈到底要不要那麼厲害 但我要說這首歌也是我有按愛心的歌曲 最厲害的是 BTS這首歌在韓國完全沒有打歌宣傳的情況下 還在音樂節目上獲得了13次的E位 定前拿下了239次的PAK 也是防彈第四首拿到PAK的歌曲 厲害厲害 真的太厲害了吧 羅琳是BTS在2017年推出的歌曲 那當時發行後沒有上韓國的音樂榜單 是直到2021年的2月 因為一個韓國YouTube頻道 在收集並上傳了羅琳的留言影片後 這首歌才逆襲爆紅 其實BTS在2016年到2021年間 也很常參加了軍隊的公演 那軍人們都很喜歡他們和這首歌 所以這次可以逆襲 韓國的阿民哥們可以說是一大功成 那這個影片留言曝光之後 羅琳也開始空降各個音樂榜單 並且在爆紅博到一個月後拿到PAK 成為2021年首支獲得PAK的歌曲 那也是第13組搭成PAK的女團 最終PAK次數累計到262次 那當時的BTSGIRL也重回音樂節目打歌 並且拿下來七個一位唷 那也成為他們出道到現在最好的成績 阿呦的Liolet是她在2021年3月 發行的第五張正規專輯的主打歌 歌曲推出後 在五天內就達成了PAK成就 不愧是阿呦 不愧是我們上支影片的第一名 同時也中斷了Beth Girls Ruling的PAK次數紀錄 這次阿呦第19首搭成PAK的歌曲 也獲得了265次的PAK Liolet推出之後阿呦 也睽違四年出現在音樂節目上打歌 歌曲也拿到了八個一位唷 那其實有些地方他們會記錄這首歌 她達成的次數在223次 那因為剛好那個時候 就是碰上了系統在維修 所以有一些落差 所以官方顯示才會是223次 但實際上她是有達到265次唷 Zico在2020年1月發行的數位單曲 Annie Song 歌曲推出後阿 因為旋律簡單又很吸納 再加上Zico開始找藝人朋友們 進行委到承認局 讓這首歌渲染得非常的快 讓Annie Song在沒有屍體專輯 沒有打歌的情況下 也獲得了10個一放一位 還打破Icon Love San Rafael的紀錄 成為當時獲得PAK次數最多的歌曲 最後共有拿下了330次的PAK 好 大家應該都知道 現在偶像們會有舞蹈Challenge 就是因為Annie Song這首歌帶齊的 所以Zico還為此跟大家道歉過 讓現在偶像們都覺得特別的累 但其實我覺得很好看阿 我自己是很喜歡看舞蹈Challenge Challenge Challenge 不好意思阿 嘴皮阿一定是非常日常會發生的事情 Challenge Challenge 謝謝大家我先努力在練習把英文發音 念得越來越好 念得越來越好 阿中文越來越爛 中文要加油了 中文加油我到底有什麼語言可以念好 IU在1月發行的第6章迷你專輯 主打歌《Love Wings Out》的MV 更是找來BTSMV一起拍攝 也引起了很高的關注 欸 插播 我們之前有講過這支有趣的幕後 拍攝你們可以看一下 歌曲在推出一周後 iTRA正式宣布《Love Wings Out》達成了PAK 這是2024年第一首PAK歌曲 同時也是IU拿下的第二十二首PAK 讓IU的PAK記錄持續維持在無人能級的數字 而這首歌的PAK次數最後達到339次 後來因為新男團TWS的《Love Twins》 拿下了BUG榜上的一位 所以中斷了PAK次數 IU首張正規專輯的主打歌《I AM》 雖然在2023年4月初登場後 並沒有立刻空降各個音樂第一 但在各個排行榜上的名次也是逐漸攀升 並且在所有出場的音樂節目都拿下了一位 那隨著越來越多人喜歡這首歌 I AM也在發行兩周後獲得了PAK 成為IVE第三首拿下PAK的歌曲 那也因為先行曲Kitch已經獲得了PAK 所以這也是近12年來 同張專輯內有兩首歌會拿下PAK的K-POP女團 到最後I AM的PAK次數也累積高達359次 遠遠超過了Kitch的121次 以新的女團來說成績真的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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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眼 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這是IU第五張正規專輯的先行曲 那也是他第一次嘗試加入 Tripco House曲風的歌曲 在2021年1月27日推出後 31日就達成了PAK成就 是IU第18首PAK歌曲 最後一共拿下了492次的PAK次數 甚至超越了通張專輯的主打歌Layolay 到底誰能超過IU 我就問 不可能 太厲害了 BTS在2020年8月推出的首支英文單曲Dynamite 發行當日就空降各個音樂榜單一位 並且拿下了32個音樂節目的一位 也成為了韓國音樂節目時尚第一首拿到一位 英文歌曲 當然這首歌在美國的成績也非常的驚人 首周呢 就在美國告示牌奪冠Dynamite 之後更入圍了第63屆 葛萊梅獎的最佳流行組合 被K-pop 寫下了新歷史 Dynamite更在當中就達到了PAK成就 是BTS第三首拿到PAK的歌曲 那之後這首歌也一直維持在各個音樂榜上的第一名 也因此到最後更是拿下了610次的PAK 成為當時第一首獲得PAK次數超過600次的歌曲 BTS也是就問到底誰能超過他們 我好期待 因為老實說我自己蠻喜歡他們這幾年 團體推出的歌曲 有時候我心情不好或是覺得很郁悶 或是覺得聽人會覺得心情很好的歌 他們的歌有一種魔力 就會讓你覺得聽人好像很開心 尤其是他們那時候 Dynamite有出聖誕節的版本 很讚耶 大家可以去搜尋一下 好啦 在公布第一名前 我問大家你們覺得應該是誰呢 大家心裡面有D嗎 其實我覺得 應該算好猜吧 我以為會是繼續IU欸 我其實也以為會是繼續IU 但我沒想到原來第一名是他們 第一名 New Jeans New Jeans 在2022年8月一出道後 發行的歌曲啊 就打破了各種女團的紀錄 很快的他們就在隔年1月發行了首張單曲 OMG 並在2022年12月公開了先群曲Ditto 那因為先前的Attention和High Boy 已經讓大家印象深刻了 所以Bitto一推出後啊 不僅空降韓國各個音源榜單一位 也打進了BillboardHot100 歌曲同時也風靡了群雅州 這也讓Ditto除了拿下PAK之外 更在排行榜上維持了十幾週 最後這首New Jeans第一次拿下PAK的歌曲 PAK次數也達到了655次 直接超過了BTS的Dynamite的紀錄 成為現在PAK次數榜單的冠軍 那也讓大家見識到怪物新聞的驚人實力啊 嗯 說到New Jeans 你就只願 還有再有 就是更棒的歌曲推出 我很期待 因為Ditto我自己也有Cover過這首歌 我非常的喜歡 他們的歌都很好聽 我沒有跳過Superstrike 雖然我跳得很爛 好啦 就其實像我之前說 要拿下PAK就已經很難了 然後更何況是這種次數 你要連續在那個榜單上 跟爸爸那麼多天 那麼多小時 其實真的是不容易 你要想歌曲是一直推出嘛 所以這些 能在前十名的兒像們 真的是非常的厲害 全部都要趕拍拍手啦 好啦 那今天的Top10歌曲裡面 有沒有是你歌單裡面的歌曲咧 或者是還有哪一首是我們今天跟你分享後 你也超喜歡想跟我們分享的 都歡迎到影片欄欄處 幫我們討論留言分享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 台灣好像就比較沒有這種PAK排名 像是KKBOX那個嗎 是不是就以為他們不是一直在說 他們就是霸榜KKBOX幾週嗎 對 所以台灣應該就是以KKBOX為主 對 或是好像就KKBOX Spotify現在好像也會有對不對 對 應該是 你們不覺得其實你看像韓國 不都有那種音樂打歌集舞台嗎 為什麼台灣沒有 這件事情我想過超多次的 台灣好像就 不流行 因為還是因為韓國的 他們都有跳舞這件事 但他們 他們都上綜藝節目而已對不對 台灣 就拿一個很大的板子 對對對 就是比如說完全娛樂海 就是像這種節目 然後或是什麼小意思的節目什麼 比較少是純音樂性節目 然後有的話好像也沒有這麼多人在看 因為我記得以前有一個是在公視還是什麼 也是算是純音樂 會請很多人會唱的藝人去上 但我會有點忘記名字 然後以前民視也有 但我就想說 那為什麼台灣沒有 比如說沒有沒有製作的人 想要做一個這樣的節目 然後比如說現在新生代有很多人厲害的嘛 然後就請他們一起上去 就是唱啊 或是不確定 就是一個類似 類似韓國這種安排 大家一定會喜歡看 因為他們人氣也高 然後他們如果去曝光 又可以給新人打歌 說不定 因為成本也太高了 等於是每個經濟公司 都要自己出那個舞台的錢嘛 在韓國是嗎 對在韓國是 所以你等於要有 要去打歌舞台 你必須要自己花錢 對 我覺得這有可能是因為 海灣有蠻多是自己自創的 可能藝人公司 或者是那種很小的兩三人 然後資金沒有那麼大 然後沒有人去支撐這個節目 好不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